比克直接被震惊的脸色都绿了 因为悟天克斯竟然变成了超三形态 同时也是龙珠里维尔领悟这个形态的人 就在刚才比克带着波欧来到精神时光屋 于是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就要进行合体 却没想到波欧不讲伍德一拳轰飞特兰克斯 可见合体不能打断的定律并非牢不可扑 愤怒的特兰克斯让波欧有点耐心行不行 说完便和孙悟天进行了融合 最浪的合体战是悟天克斯登场 本以为悟天克斯会朝着波欧率先出手 却突然拿出一张小纸条 上面记载着各种花里胡哨的招数名称 结果波欧随手一挥就把悟天克斯打飞出去 远处的比克都不忍心看这场战斗 这一幕正好被悟天克斯看到 于是悟天克斯直接来到波欧的面前 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让波欧等自己一会 随后悟天克斯直接拽着比克来到一旁 大声密谋地告诉比克自己的计划 是打算先示弱再打脸 说完悟天克斯就朝着波欧快速地冲来 下一秒便施展出普通连续拳进行攻击 结果波欧就站在原地看着悟天克斯表演 这时悟天克斯又施展战斗龙卷风 波欧只是侧过身子就躲开了 反倒是悟天克斯已经停不下来了 整个人直接插入地下两眼转圈圈 比克看到这情况脸色都绿了 疑惑这难道也是悟天克斯的计划 这时波欧吐槽悟天克斯到底行不行 听到这话的悟天克斯立马不高兴了 随后金色的光芒照亮整个地底 只见悟天克斯所在的位置 已经被金色的气场包围起来 而此时的悟天克斯经过几天的修炼 已经能在合体的状态下变成超赛 原本一脸阴霾的比克 看到这一幕瞬间又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只见悟天克斯突然喊出一声大荒求天指 金色的手指瞬间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圈 还不知道情况的波欧已经被光圈锁定 随着悟天克斯的双手并楼 光圈瞬间就将波欧捆住 任由波欧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可下一秒悟天克斯就看傻眼了 只见波欧开始一点点的蓄力 随后一声怒吼直接将光圈撑爆 紧接着波欧出现在悟天克斯的面前 来不及反应的悟天克斯被一拳轰飞 比克竟然没有躲开而是接下悟天克斯 只见悟天克斯反而顺便洗了个澡 就在这时比克绿着脸看向悟天克斯 吐槽悟天克斯竟然在水里放屁 悟天克斯急忙解释自己的小屁不臭 就在这时波欧朝着悟天克斯进行挑衅 愤怒的悟天克斯冲天而起 来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打了 此时的悟天克斯两眼转圈圈 即便是波欧也不好受 就在这时悟天克斯竖起终止 嘲笑波欧是不是被自己撞疼了 说完悟天克斯再次爆发出惊人的气息 接下来悟天克斯终于要开始认真了 因为这次悟天克斯召唤出赶死队军团 召唤出来的赶死队各个都是人才 每人都摆出了不同种类型的姿势 甚至还有躺在地上睡觉的 这时悟天克斯化身成为一名教官 赶死队幽灵瞬间有序地排成一排 就在这时比克过来提醒悟天克斯 只见波欧正舒服地喝着饮料 手里还有一本搞笑漫画 看样子这些都是比克给波欧准备的 悟天克斯见状气得痒痒的 觉得波欧是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愤怒的悟天克斯让幽灵小队出击 聪明的波欧没有硬碰硬而是一跃而起 两只幽灵瞬间因为碰撞爆炸 躲开攻击的波欧很是高兴 甚至吐槽悟天克斯这招对自己没用 就在这时悟天克斯的智商突然上线 开始和自己的幽灵军团商量对策 很快悟天克斯的计划已经想好了 可没想到兵马未动自己先折损两人大将 一声巨响从悟天克斯所在的位置传来 此时的比克脸色都绿了 恢复过来的悟天克斯派出五人小队 然而这五只幽灵并没有冲向波欧 反而来到一处空地说起了悄悄话 并且还是一副发现什么大宝藏的样子 都说好奇害死猫这句话一点没错 因为好奇的波欧正朝着幽灵走来 随后还把自己的头伸了过去 下一秒波欧直接被五只幽灵团团抱住 紧接着五声巨响从波欧身上传来 当浓烟散去后看到此时的波欧 已经被炸得不成人样了 然而悟天克斯之所以留下一只幽灵 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刻 只见这只幽灵进入了波欧的肚子里 下一秒一声巨响从波欧体内传来 这一次波欧直接被炸成碎块了 就当悟天克斯正在得意地耍帅时 比克让悟天克斯赶紧赌刀 因为贝基塔当初自爆也没能杀死波欧 于是比克和悟天克斯开始了收尾工作 可就在这时一股惊人的气势袭来 只见这些气体开始凝聚到一起 下一秒波欧直接满血恢复了过来 比克让悟天克斯再次施展刚才的招数 却没想到悟天克斯突然新生一个鬼点子 谎称刚才的招数消耗太大 导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力量 自己已经不是魔人波欧的对手了 比克听到这话脸色都绿了 就在这时波欧突然偷袭了悟天克斯 将悟天克斯狠狠地拍打在地面上 没有支撑点的悟天克斯根本无法挣脱 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传来 精神时光屋的大门被破坏了 原来是比克觉得悟天克斯胜利无望 所以打算将波欧永远困在精神时光屋里 悟天克斯健壮急忙上来查看 发现出去的大门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随后悟天克斯一副哭丧的脸 坦言自己还有一招底牌绝对能打败波欧 听到这话的比克直接破防了 怒骂悟天克斯有绝招为啥不赶紧拿出来 悟天克斯坦言自己就是想浪一下 毕竟不浪的赛亚人不是真正的赛亚人 比克没开二度再次因为这番话破防了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波欧朝着这边走来 只见波欧一声怒吼气势如火 强大的音波竟然将次元屏障打破 产生了一个连接外界的通道 此时的波欧没想到自己无心插溜溜成音 可就在这时这个通道开始不断的缩小 反应过来的波欧抓住机会逃离精神时光屋 那一拍的悟天克斯最终还是扑了个空 没办法的比克和悟天克斯只能模仿波欧 两人拿出吃奶的力气对着空气一声怒吼 结果连一点效果都没有 反观此时的波欧已经成功回到了天神殿 这一幕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惊呆了 而克林看着身后的老婆和女儿 明知自己不是波欧的对手也要赌一把 于是克林坦言自己会牵制住波欧 让18号趁机带着女儿逃离这里 可见克林的实力虽然不强 却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说完克林朝着波欧快速冲去 虽然克林勇气可嘉 但是对手毕竟是波欧 克林直接被变化光线击中 最终变成了一块巧克力 紧接着波欧又施展出一道变化光线 正在逃跑的18号直接被击中 看来波欧也是奉行一家团团圆圆的理念 但是波欧觉得这样不够过瘾 直接来了一招无限火力疯狂乱杀 反观精神时光物理的比克和悟天克斯 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疯狂地怒吼 最终比克的喉咙都要喊破 也没见次元的屏障出现一丝裂缝 这时悟天克斯又开始装了 坦言自己只好拿出压箱底牌了 结果却被比克一拳暴击 怒骂悟天克斯别浪 于是悟天克斯开始输出全靠吼的流程 强大的气息让比克的脸色都绿了 只见悟天克斯的身上开始出现眉光闪烁 身上的肌肉也随之开始膨胀 紧接着头发也开始缓慢地变长了 这时悟天克斯一声怒吼 金色的光芒之中浮现一道帅气的身影 最终我们看到超三悟天克斯诞生了 比克看到这一幕都被惊掉了下来 说话都变得结巴了 不敢相信悟天克斯竟然也能变成超三 反观悟天克斯对超三形态有些不满意 因为看上去有点像反派的模样 但是对于实力悟天克斯却很满意 比克吐槽悟天克斯有点反尔赛 就在这时悟天克斯深呼了口气 随后一声怒吼响起 次元屏障没开二度再次被打破了 悟天克斯让比克赶紧抓住机会逃出去 然而当悟天克斯和比克回到天神殿后 比克直接被天神殿上的情况震惊到了 只有悟天克斯的关注点在波欧身上 没有察觉到天神殿上已经空无一人 这时比克询问波欧其他人到哪去了 结果波欧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悟天克斯这才反应了过来 身上的气息开始快速地暴涨 随后悟天克斯坦言自己现在很生气 说完悟天克斯朝着波欧快速冲来 下一秒波欧的身影被轰飞了出去 比克看到天神殿烂了一脚很是心疼 因为比克和天神合体的原因 对天神殿自然也有一种归属感 反观此时的悟天克斯凭借超三的实力 已经扭转局势反过来压制波欧 但是悟天克斯的攻击伤害性不大 对波欧来说就是恼痒痒的程度 再加上波欧的身体可以自由地变形 导致悟天克斯的攻击接连扑空 这时波欧抓住悟天克斯开始转圈圈 随后一道身影直接将天神殿砸穿了 愤怒的悟天克斯直接凝聚一枚大波 只见波欧的身体直接被劈成两半 悟天克斯健壮再次捕刀放出两个大波 但是波欧可是拥有惊人的再生能力 转眼间不但恢复过来还绑住悟天克斯 只见悟天克斯的身影被波欧弹射了出去 愤怒的悟天克斯吐出了一口气 已经是超三形态 但是幽灵军团却依然是超一阶段 以至于我们看到波欧被接连的轰炸 如果是超三的幽灵足以杀死波欧 但如今只能将波欧打得不成人样 奈何悟天克斯太浪了没有补刀 直接被恢复过来的波欧抓了个阵阵 随后波欧对准悟天克斯凝聚一个大波 悟天克斯的身影化作一道光线 紧接着直接撞到天神殿上 下一秒整个天神殿就变成了废墟 比克看到这一幕脸色都绿了 当初威风凛凛的大魔王 如今却变成了一栋表情包